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阿波走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后的圣王者2 圣塔巴巴拉这个章节的全手机攻略 这个章节呢,总共有6个遗留物 两个集荒式卡牌,两个日志记录 还有两个工作台 首先呢,第一个收藏品在左边的这个屋子里面 在这里会强制触发一场战斗啊 解决这些感染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屋子里面的卫生间 这里就是第一份遗留物了 好的,接下来剧情转到爱丽这一边 爱丽呢,为了寻找艾比呢 已经追踪到了爱比的这首小床上面了 那么呢,这小床这里面呢,又有一份遗留物 这是爱比的留言,他非常的想欧文 随着主线的推进呢 你会来到豪宅这里,这里有个红色的小车 小床后面呢,就是一座仓库 里面有一份遗留物 接下来,随着剧情的发展 你需要通过一个车顶爬上另外一座豪宅 在二楼孩子的卧室呢 会有一张集荒式的卡片可以收集 接下来在一楼厨房的桌子上呢 又有一张遗留物 在看完这张遗留物之后呢 往左边走就是一个工作台了 这是第一个工作台 下一个工作台呢,在度假村 从这个豪台出来之后呢 就是第一个日子记录了 这里的风景还是挺美的 接下来你会来到度假村 这里有个小货车 这是最后一个日子记录了 接下来你成功来到了舌班的营地 这里有个圆顶的建筑 从这里跳下来了之后呢 往左边走啊 这里有一个遗留物 接下来来到营地中间的木屋啊 这里有个工作台 这是本座的最后一个工作台呢 你会接受一个奖杯 叫万全准备 工作台的前面呢 就是一个豪宅了 接下来从豪宅的大厅走进去 右边有个音响啊 这里就是最后一个集幻式的卡片了 接下来来到原点建筑的二楼 这里有一幅画 再往右边走一点呢 在船头柜上面有最后一个遗留物 好的,以上呢 就是圣塔巴巴拉的所有的收藏品了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